我们来区别一下这个机械款的卡12和半智能或者智能款的卡12 这个是卡12 16X 这是卡12 18X 19X 那么从这个上面的主芯片来看 它都是2K79X 然后这个机械款的话 没有一个这个芯片 其他的基本上都一样 这个棒智能或者智能款的话就有这个 这个我们已经配过了一个钥匙 那么接下来把这个配到这个上面 用M608 这是M608 好这个我们是配好的 我们拿走 然后我们用M608 来配一下这个钥匙 首先要把这个线按照接线图来连接起来 我们把软件打开来选择一下 通过这里面先看一下它的接线图 可以遮瑕疑吗 然后看到这个钥匙 那么快一点的话 我们看起来 内容 先看一下 好 好 我们把这个连接起来 换解好了之后 我们来操作软件 退出 放回 退出 我们还是选择这个编程 然后选择这个芯片 选择防盗 选择宝马 选择COS 选择 选择EPLOM 选择多数据 数据已经都成功了 我们点击这个保存 这个选择 选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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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择 这个连接就只要这一根线连接上就可以了 这个连接上面 这里也不用连电源 好的数据图成功了 点击保存 16 点击OK 推出 用数据来生成钥匙 点击OK 选择欧洲 选择宝马 选择CAS2 选择MG 导入数据 选择 我们把这个移柱 打入16的 这个 点击OK 我们把 写的 98 钥匙 点击这座钥匙 把这钥匙放在这边 进去 里面去 OK 点击 8 9 3 0 3 1 2 3 1 1 選擇 前面 好,數據保存成功 點擊 OK 我們來測試一下 看它是不是同步的 把這線都拆掉 現在全部拆完了 以後我們把CAS連接起來 把機械款的CAS平臺連起來 機械款的是要用這個的 CAS1、CAS2機械款的 你看這個是沒有芯片的 放在這裡面 測不了 測不了就要防寫數據 因為不同步 所以要防寫數據 重生連結 測不了 從這裡面轉去 測不了 既然用這個 往下 做到 因為 連結 對 是 有 的 要集成出自己命名的是哪一个 我们是这个 好 所以就写成功了 点击OK 然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cost 是不是和钥匙是不是同步的 然后我们把它移除 把这线都拆掉 再连接cost来进行测试 好 把这个线移除 以后我们连接cost进行测试 我们连接好cost来测试一下 现在这个防盗灯是点亮的 所以这种钥匙要把这个数据 重生写回cost里面 才能够找车 以后参加这个 它会灭掉 这个就是用M608来匹配的 我们用VVDI的这个KIT PLUS平板来测试一下 选择欧洲 就这些信息啊 对 有没有 不是 吗 我用VVVD的这个 我用VVD的这个 都这些信息了 K9 这是有用的